女爺 那還是要我去廁所嗎? 話說廁所是不是變得暗啦 喔 你好啊 你好 再見喔 蛤 抓到你了 你喜歡我對嗎 這些我都知道的喔 住手 和我在一起吧 啊 好痛喔 快住手 快沒力 耶 跑 糟糕 意思要 哇 要死在這裡了嗎 會沒力 耶 耶 振作一點 牙齒 跑 快跑 你快跑 快走 你要豁下來 你不是有那個嗎 你趕快給我幫你的那個 淋浴拿出來啊 牙齒 我先獨自走 對不起 再見 其實我覺得應該要兩個人一起啦 不過隨便 當時我的大腦一片空白 只想著如何快點逃離這裡 雨月也好 夜巷也罷 還有那個身穿巫女服的女人 所有一切全部被我拋之腦厚 可能正是因為如此我才能逃出生天的吧 所以回過神來的時候我已經攤坐在一條小巷子裡了 周圍一個怪異也看不見 周圍一個怪異也看不見 同時 我身邊再也沒有認識的人了 另外一個結局走向啊 就是兩個結局走向其中一個啊 有一個會通往啦 對有一個會通往最正確的那個結局 那另外一個就是其他結局了 喂你看那裡 哎呦 沒想到可愛妹子耶 算了吧你看那院子明顯就不 哼 估計闖了什麼話然後開始自暴自棄吧 要嘛都喝醉 不然你去試試看看 那個你好啊 你怎麼發生什麼啊 啊怎麼一聲破破爛爛的 該不流浪漢吧 哈哈不可能吧 剛好我現在有空 要不要 蛤 蛤 你看你看我就說不行吧 這種人還少惹為妙啊 大家都掛你毒火 哈哈哈哈 沒辦法啊 人家號稱房地產殺手呢 走到哪裡 房地產沒有到哪裡 打擦時間 欸魚爺 你說我嗎 不對 啊 是我丟下魚爺一個人逃走 手害死的魚爺都我的錯 等等 蛤 看什麼快走啦 啊好 對不起 對不起我當時就應該去救你的 我到底該怎麼辦 我身邊一個人也沒有了 又剩下我一個人了 他該不會要走到平交道 喔還是搖晃喔 我想知道怎麼突然 嘿咻 嘿咻 還在那邊運動是不是 好累喔 啊 這 這是哪裡 啊 不 不要 不要過來 不要殺我 啊 啊 欸居然沒有衝喔 欸 我在這裡做什麼 這是哪 有人跑掉了 欸等一下我是看到 我是看到怪異症候群的大媽啊 魚躍 魚躍 夜校先生我現在應該怎麼做 我這活著和死了什麼區別啊 是啊 我這不就是和死了沒區別嗎 這樣如此那乾脆 嘿 魚躍來了 他來接他 魚躍 欸不對 魚躍那個時候不是已經死了 一切都是騙我的 呵呵 我都看見了 魚躍不是好好的在那裡嗎 你們誰都別想騙我 我可是親眼看見了 就在那裡 欸 爸爸媽媽也都在啊 外媒理也在 大家都在 呵呵 呵呵呵呵呵 我好想你們 我一個人好無助 我不想再忍住這些了 呵呵呵 呵呵 我現在過去啊 你們可別又消失了喔 我好幸福喔 狂暴話語 崩 死內 手牽手一起上路 沒錯 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齊齊的 呵呵呵 輪之下 不行 我才不要自己跑 還跑不要過來 我相信會沒你 會沒你 會沒你不會做這種事 快從會沒你身體滾出去 快從會沒你身體滾出去 出了更大的事 嗚嗚嗚 好大啊 好不好 快跑 好 你管這叫跑啊 跑得不錯 再努力一點會更好 我們街道一路狂奔 不知道跑了多久 怪異不見了蹤影 我們這是暫時安全了嗎 還是說我們仍然只是被詛咒玩弄於鼓掌之間 畢竟我們已經無從得知了 現在我們已經無從得知了 畢竟現在已經沒有夜象先生幫我們判斷了 不管是我還是漁業 都已經身心俱疲了 我們先讓個地方休息一下吧 好的 再回答他之後 我的意識開始變得模糊 休息了兩天 欸我覺得這個 這個怪異還不錯啊 還給你們休息時間欸 給你休息個兩天 然後再繼續嘴你 木堅完結 現在是第幾張 喔你就直接睡在這邊啊 睡在海邊啊 啊我我這是 啊我剛才失去意識 魚眼 嗯 啊等一下如果說你是誰 我會覺得很好笑 啊是你啊 你已經醒了啊 隨便吧 醒不醒來都一樣 欸 在那之後 我們兩個人就一直在狂奔 我們明明是在市區裡跑著 不知道為什麼就來到海邊 唉這種一直逃亡的日子 什麼時候才是個頭啊 跑到哪裡才算安全 我怎麼那麼倒霉啊 對不起 一句都我的錯 害得你被牽扯進來 哼 對不起 我說這邊並不是想讓你原諒我 我去那邊冷靜一下 很快就回來 他是誰 因為魚也不會講這種話 我對他不是很熟 可是我覺得魚也這種話是不會說出口 魚也 他是屬於那一種 再怎麼樣都不會那一個 他怎麼再怎麼樣都不會去對別人講這種話 從前面的時候我們就看得出來 他是一個爛好了 原本以為他按我說沒關係不是你害的 他應該生氣了吧 他會不會再想如果沒有 如果從來沒有遇到我就好了 不對我到底還在射求什麼 為一個剛認識一周的人做那麼多 感謝來不及了 不行不行 我覺得我越來越得寸進尺了 我得正做起來 回到魚也身邊吧 他不是真的魚也啊 我自己猜啦 我覺得他 他不是真正的魚也 要嘛是幻覺 要嘛是被附身 我覺得兩個可能性都比較高 而且他剛剛被會沒力咬了 人在絕望的時候 到底也是也沒錯啦 太久了吧 這遊戲沒有錯啦 超級久的啦 我回到魚也 那個我突然有個想法 就是 魚也 人在到絕望的時候 確實會有變啦 但是他變得有點太硬 這我覺得應該不是 蛤 我也想啊 這 這是騙人的吧 這不是真的 不是 魚也怎麼會 魚也 不要 怎麼就死了 他很紳士捏 他還用了雙人綁 兩個單人闖 剛才那個是夢 我都不知道他那麼紳士 還留信息給我們 不錯不錯 我欣賞這傢伙 這傢伙值得被欣賞 原來是夢 還好是夢 我已經記不清了 這是第幾次從噩夢中醒來 啊不是 即使醒過來也不代表安全 這是什麼才是個頭啊 對了 我 對不起 春山血脈 有夫妻之死 快逃 對於血怨詛咒來說 我是春山血脈 他一定還對我虎視眈眈 他一定還對我虎視眈眈 他到底要多久才會反應過來 那是他老媽 那應該怎麼辦 一月又去哪裡了 一月又去好長 我們沒來超多棉被 沒錯啦 超讚的 一月出來充忙什麼也沒帶 買一些生活必需品 很快回來不必擔心 雖然在那之後一直沒看到怪物 但以防萬一還是在房間不要冷凍 看了一夜他平安無事太好了 跟剛遇到他時一樣了 當時被他救了之後 然後從公寓裡醒來 他也是給我留言 差不多啦 我覺得差不多該去了 所以我還不能死 魚也是 我不會讓他死的 我們要一起擺脫這個詛咒 一定會一起活下來 怎麼了 問你啊 我怎麼知道 杯子摔破 先收拾吧 好 好了 哈囉 原來是你在那邊 得呢 得呢 話說他真的看不到還是 通往撐著的地圖 我看不到 不過寶玉 不服 那個臨近我都拿著了 應該沒問題吧 看一下喔 這邊有多了其他的介紹 先看看哈 這叫分家的家族 1987年時他49歲 倉木細子的叔父 天之平平 憑一切自身的努力 獲得了現在的成就 他的專業領域知識相當淵薄 對人對籍要求非常嚴格 卻唯獨特別疼愛自己的子女細子 細子離家出走之後 一直沒有放棄對他的尋找 然後這是以前的 中山春印的親兒子 父親一直身居母后 所以村裡大都由他出面處理 尤為喜好俗世的書籍 對父親陽奉陰違 不比抗拒父親的傳承 不願延續他的做法 與有相同想法的雅金沙 沙斩出了超越上下級的關係 1987年 14歲 因為天生不具有生育能力 按照村規 被認定為不潔之人 剝奪了其身份與姓氏 但被崇雁看中 恢復了其村民的身份 與崇雁一樣 都在為廢除且糧烏村的封建漏襲 和對耐酒氣比可的信仰 一直努力著 但不同的是他更多的是 出於對崇雁的愛慕 我不意外 感覺出來他確實是很喜歡那個 崇雁啦 這個我是真的不意外 一定是一個帥一個美 長大後 長大的那個誰啊 金沙是不差啦 但我覺得 那個崇雁有點長歪 可能是因為他近況是白的吧 我們看他春山中硬 用得像那個營養師一樣 看起來爸媽沒什麼問題嗎 他們有問題的地方在於說 他們希望能夠以神創神這樣子而已啊 嗨晚上好安安 年年不祥 1987年時擔任著春山家的家族 春山崇雁的父親 在數十年間都是前良烏村的最高 我看到你的笑臉了 在數十年間都是前良烏村的最高權力 統治者 因在村子裡身居潛出 所以很少人能夠見到他的真面目 現在他已經完全淪為碎神的軀殼 自己本身的靈魂已經消磨殆盡 也就是說作為人類的春山中已經死亡了 正是如此 使得從燕及其抗拒傳承 避免不及後塵 然後這是除 年齡不詳 這次曾經生真是他製造的名之少女 體內蕴含的龐大靈力 他所觸及之物皆瞬間變為超魔法器 因其靈力過於強大 所以一般人類都無法獨自使用 他本人幾乎沒有什麼負面情感 從未對他人抱有過敵意或厭惡情緒 其實也知道自己要被用於活祭之後 也完全沒有抵觸情緒 嗯 龍思郎 T98年時25歲 前郎烏村的村民曾經身居高位 但也反對村山中印的方而被貶值 最後被認定為不解之人而被打入地牢 他是村山中印年輕時與村民生下的孩子 因此被重燕尊稱為兄長 胡作 患有先天疾病 因此摔牙的比一百人快 哈哈的33歲 那個禿頭倒是跟我說他33歲 因此在村裡呂著其他人白眼 但因其在靈藥調配方面極具天賦 所以勉強能過上與其他村民一般的正常生活 但有一點連從也不知道的是 他也是村山中印與村民生下的孩子之一 所以他也是正兒八經的村山血脈 唉 唉 無作很瞎流嗎 對啊 我對他不是很滿意 啊 欸那還是要我去 去廁所嗎 話說廁所是不是變比較暗啦 噢你好啊 哈囉 蛤 這是什麼 那是怪異嗎 好像什麼都沒有 還是別太靠近吧 唉你媽又來了 我現在看到他媽為怕 他媽什麼都 什麼正式不做 一直給他帶來麻煩 唉 他到現在還沒有猜到 那是他媽這件事 我也覺得很傻眼 啊 他們是思維不夠發散還是 身為一個人 思維發散一點不好嗎 怎麼這樣真的是網為人呢 原來你也平安無事 雖然這個詞用在你身上 可能有些不恰當 但很高興看到你還安好 對不起 不要再說對不起啦 我不覺得你做了對不起我的事 我反而認為是你一直在保護我 你到這裡是有什麼話想和我說嗎 他廁所那個問花子 我才不要 我對花子沒興趣 啞子 你是不是打算去茄良烏村 這好像是你第一次向我提問 終於我在和你對話的感覺了 其實說實話 我也沒想好要不要去 也沒想好接下來要怎麼做 我現在也沒什麼頭緒 前往村子的地圖我已經有 但是 不要去 欸 不要去那個村子 不要再和詛咒糾纏下去了 現在的茄良烏村已經不同往日 那裡早已變成惡魔的巢穴了 普通人只要踏入一步 就會被詛咒所吞噬 我不希望你去那麼危險的地方 這 無論我去不去 血淵都不會輕易放過我啊 好吧 血淵的詛咒交給我們吧 你趕緊援走高飛吧 那個門是誰 我們會和血淵戰鬥的 會保護好你的 戰鬥 這也是多虧了你 多虧了你 我和小廚才得以自由 才得以從碎神的奴役中解脫 我和小廚聯手的話 撐個幾年 喔不 撐個幾年 不是問題 那不對啊 如果你們 欸 那當初為什麼 只是摔破一個盆子 然後血淵就來了 我不懂欸 當初你們用什麼方法 才把這個封起來的 然後現在你們說 你能成了十幾年 那種期間 你就安心的 過好自己生活吧 像剛才那樣的惡靈 我是不會讓他們靠近你的 在我們倒下之前 是絕不會讓惡靈找上你的 但還是沒有解決問題啊 但只要春生解脉的人 死光就好了 所以牙子 但說到底 過了十幾年之後 血淵還是會捲土重來吧 的確這只是權宜之計 但是牙子 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碎神是無法被消滅的 那是人類無法與之抗衡的存在 就連我們都做不到 我們都沒能做到 求你的牙子 我不希望你去送死 可能這只是我一廂情願 但我真的希望你可以活下去 即使你去了茄良屋村 又能做什麼 在那裡遇到危險之後 我不想看到那樣的後果 有一天我活得好好的 結果詛咒 那搞了課時間 還不是有躲水 對呀 除非你已經有心理準備了啦 像那個蟲燕他就是有心理準備 所以其實 他反而比較沒有那麼 像對於雅金沙死掉 他反而就比較沒那麼 有情緒在裡面 畢竟他已經做好心理準備了 拜託這是我最後的請求 把血院前的悟村以及我們 通通忘掉 回歸到普通的生活中吧 他說什麼 然後我不小心多按了一下 答應我會好好活下去 不要再把自己自身險盡了 你要相信我們 這不是信不信的問題啊大神 這跟信與不信沒有關係啊